大家好,我是好多美食技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,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美食是蔓越莓全麦面包 这款面包,原菜料是全麦,不加糖,热量很低,里面添加了果干,丰富了口感,是适合所有人天天吃的健康营养美味早餐 原菜料有300克的全麦面粉,200毫升的焖牛奶,50克的蔓越莓干,30克的葡萄干 20克的橄榄油,3克的食盐,4克的干酵母,一个常温的鸡蛋 温牛奶里加入干酵母,搅拌一下搁置一边,激发一下酵母的活力 这个时间里,我们把软化的蔓越莓干切成小碎丁 全麦面粉里加入食盐搅拌一下 把蔓越莓干和葡萄干也一起加入搅拌 这时候,我们的酵母也好了,上面冒着一层小气泡,证明酵母是没问题的 牛奶酵母里刻入一个鸡蛋,把橄榄油加入,搅拌均匀 面粉的吸水性不同,我们要分批次的把牛奶蛋液加入面粉中搅拌 做这款面包的面团是比较失粘的,我们要利用搅拌铲来进行和面 搅拌好的面,咱们盖上保鲜膜,让它静置15分钟 15分钟后,我们对面进行第一次的拉伸折叠 面团比较失粘,我们要沾一点清水,对面团进行四个方向的拉伸折叠 第一次拉伸折叠好后,我们盖上保鲜膜,再静置15-20分钟 时间到的时候,我们对面团进行第二次的拉伸和折叠,依然是四个方向 不用费力地揉手套膜,这样静置拉伸折叠,就可以增加面的筋性 第二次拉伸折叠后,我们把面盖上保鲜膜,放到温暖处,醒发至两倍大 20多度的室温大概醒发35-40分钟 面醒发好后,操作板上撒些干粉,把面取出后放到操作板上 不用揉面,用手简单地整理成一个面团 整理好的面团,咱们把它分成三等份 取出一个面剂,用手简单地按压成一个椭圆的面饼 然后把它从内向里卷起 最后把封口处捏紧 一个橄榄形的生坯,就这样做好了 整理好的生坯,放到烤盘里,盖上参筋布,二次醒发至1.5倍大 二次醒发好的面包生坯,用手指轻轻按压,能缓慢回弹 接下来我们要利用一把锋利的刀子,在面包生坯上划上几刀 最后在面包表面撒上一层干粉 然后送入预热好的烤箱,设置200-220度,烘烤20-25分钟 新出炉的面包,我们要自然冷却30分钟 放凉后的面包,切开后,外表酥脆,里面组织,轩软又嚼劲 带着些许果干的香甜,清晨,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豆浆 这是我们全家都爱吃的营养美味早餐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,喜欢我的视频 您可以点赞收藏,也可以评论区与我留言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哟,我们下期再见